我们做了刚刚把脚稍微按摩用推插法 把右左脚翘起来的左脚按摩一下 然后把它伸直了以后 现在的血压降到129、63、75 那在这之前的血压刚刚量到是194、122、96 那是9.45的时候 那在9.35刚来的时候是158、89 那现在这个血压从158到194到129 不到半个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 那这个这个这个生理上的意义是什么 不了解 那我们先要量另外一只手 好 麻烦你 好 好 把扒起来 没有现在头没有在翘 刚刚翘得很厉害 现在跟刚刚不同的地方就是刚刚护士来看过 刚刚护士来看过认为说血压那么高 所以呢就把 好拿起来 可是刚刚没有拉得那么高 刚刚是稍微高 没有像现在这么高 刚刚刚是吃就吃可能是吃饭的位置 所以是可能 那个幅度没有那么高的 应该说 他刚刚是有在用力 他刚刚头是有拉起来的 对 他刚刚整个头是拉起来的 他刚刚是有在用力 所以凉的时候都是用力下的那种 对 他刚刚头是翘起来 所以他是全身在绷着用力 所以那时候血压应该就很高 所以那时候的血压应该是不能 他是当作用力 在用很大力量 可是重点是他那时候为什么会那么不舒服 也 如果你说是暗的过程会痛也还有道理 可是我们点按都还没当啊 连碰都还没碰 可是刚刚一开始来的时候是158 对 我们觉得这个还不错的 还勉强可以 因为以前大概都是140几 还没到150 以前我来量都是140几 这个时间啊 嗯哼 那次是150 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平衡 没有没有 也是有154过 没有 我说我几乎我开始有来量的时候 我在的时候跟大姐来量 大部分都140几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看 有在想吗 我看看 我看看 有有有在走 不是我现在看到因为礼拜 我们这边有很完整的记录嘛 对你看看135日的哦 对 265算 135日 对 135的时候也是有 嗯 9点多的哦 对 有154的 哪一天 133 9点05分154 73 左边145 154 154 73 85 哪一天 上个礼拜三 啊对 我们从上个礼拜三开始才有这个 第一次嘛 那154那个量完 我记得还有再量一次 是有降下还是没有 没有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想到要量两次 那从礼拜五开始 礼拜五开始我们有没有量两次 没有 那8点50分就开始量了 是155 81 啊 右边 左手是153 68 那 10点40 在量的时候是139 84 148 28 这样 我看看多少 130 62 130 62 74 这是10点25 的时候 哎 等一下 有点反光 对 OK 好